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地方的名字 暂时是沿用舊的 但在往后的节目 我们都尽量整理 很可能会跟上Netflix的中文译名字 方便大家在Netflix上看 就可以立刻参考到 那我们就继续 補充一件事 先讲一讲星空奇遇世界的结构 在Gene Waterbury的想象中 星空奇遇世界有一个组织的存在 这个就是United Federation of Planets 星際联邦 星際联邦的灵感是来自我们的联合国 在星際联邦之下 有一队艦队 叫Star Fleet 星際艦队是由星際联邦的 很多不同的盟国组成 每人都组成一支聯合艦队 星際艦队主要的任务 就是探索宇宙 其实已知的宙域是很有限的 还有一大片未被开发的 他们的主要任务 就是探索未开发的宙域 他们在探索的过程中 遇到很多不同的外星文明 有一些是友好的 有一些是对抗性的 故事就在这里发生了 譬如我们在星空奇遇 常常见到几款外星人 在星際联邦里面 我们有火神星人 Falcon 即是闪扑的族人 火神星人的特色就是什么 他们是讲逻辑的 他们将他们的感情压到最低的 火神星人 其实有一个兄弟的种族 就是这个罗米路人 Romulans 但是Romulans 就是很具侵略性的 是一个帝国来的 另外一个 那算不算是J.J. Abram 那套电影果批呢? 是有出现过的 未来坐那架抗船回来的 是的 另外一个时常 我们在星空奇遇世界 看到的就是黑林江人 黑林江人 在旧的星空奇遇世界里面 是一个敌对的种族 但是随着故事发展 到了Next Generation的时代 基本上它是和联邦签订了盟约的 这个故事我们对Next Generation的时候 一路会再讲下去的 另外有一样很标志性的东西 太空船 是 如果你看星空奇遇的话 除了看它的故事和人物之外 第三样东西就是看它的太空船 太空船的设计很特别 它脱离了60年代的时候 那种定型对太空船 不是飞碟 而是一枝火箭的设计 基本上它将几样东西 组合在一起 如果你看它的船体 它的上半部份 其实是一枝飞碟 但是它的下半部份 就是一架潜艇 接着它推进那两部份 其实是两枝火箭 你可以这样看它有一个组合 但是当时来说 其实已经脱离了 很正常的太空船的设计 基本上Star Trek 其实也是一道潜艇 一个潜艇环境里面 发生的故事 因为它是密封的 这个我们稍后再讲到 或者我们开一集 去讲这个 Star Trek太空船的设计 我也提过 其实Star Trek本身 它是一个代表了 进步主义 意识形态的一个电视剧 我们上次讲一个 开玩笑的说 看得多会变左胶 但是 美国很多人看Star Trek 但是美国又不是整个 全国都是这种看法 其实它有一个包装 是右那边的 就是它的Star Feet 其实Star Feet 其实是一个海军的设计 基本上是一个军队的编制 但是它们的任务 主要是第一件事就是防卫 第二件事就是去探索 其实Star Trek很有趣 它整个电视剧世界的结构就是这样 它有它左的一边 也有它右的一边 承托着它这个左的 它基本上是一个建制的包装 但是它这个包装里面 它去推进这个 它是一个进步价值观的东西 因为很简单 看到一件事就是 它本身Star Trek的故事是说 人类经历了一场很长时间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 接近灭亡 就说有个博士在灾难的环境里面 周围去收拾垃圾 砌了太空船出来之后 第一次用到曲速飞行 就飞了出地球 然后刚刚就被火神星人看到 就来知道地球是有一个文明 火神星人就和人类缔结了这个盟约 之后就改善人类 加入了这个星际联邦 即是最基本的讲法 其实几套电视剧里面 它是分开了几个不同时段 去讲这个故事 是 其实刚才讲到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前 其实还有一次 我们叫Eugenic War 是这个超人和普通人的战争 基因改造的超人和普通人的战争 基因改造的超人是什么呢 就是在电影版第二集里面 《大学的愤怒》 即是这个J.J.Evan里面的 《Dr. Swing》的演员做的大汗 即是新来说 这个电影 这个我们迟些再補回 但总之 《Star Trek》是一个很长的架空历史 它讲到那样东西 类似我们现在的年代 如果跟着这个时间线发生下去 如果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话 它就会跑去《Star Trek》那边的路 就会有机会发生 即是如果说我们 接近一些我们的世界观来说 是这样的 一样这样说 《Star Trek》其实 它是一个架空的故事 但它利用这个科幻的架空世界 影射了很多我们 或者它当时的社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它就借着这个架空想像的世界 将这些问题放入它的故事里 但其实是很现世的一些事情 例如举一个例子 在《Original Series》里面 有一集叫做《Private Little War》 这个就是直接直接影射越战 刚才说到它利用一个科幻的世界 但其实说了很多现世的社会的问题 《战争》是其中一个 它也说有一些杂数 是去讲女性主义 男女平等 种族歧视 有时批判一些军事的确张 各种各样的事情都有 最普通的反映就是 哈林干人是当年的苏联 是呀 没错 其实是在影射这个共产阵营 是的 其实这个一直延续到90年代 它最后一部电影 第六集 其实它当时是在影射苏联 倒台 刺耳诺贝尔发生灾难之后 苏联政府倒台 它整个故事是在影射现世 很简单的就是 如果大家有机会看一部电影 其实是说哈林干人突然爆炸 它的月亮 它的月亮爆炸 接着它们要短时间之后撤走 所以它们要跟联邦谈究竟 就是没可能持续一个冷战的状态 就是它们的经济和民生负荷不到 其实也是在影射整个90年代 冷战结束 这个西方阵营和共产阵营和解的 一个现世的状况 1974年动画系列完结了之后 其实有一段时间是沉着了 但是因为还有一批很忠实的粉丝 支持着这个《Star Trek》 其实制作公司有想过开续集的 第二阶段的五年计划 所谓的五年计划 其实就是每一艘太空船 它的航程是五年的 就是它一个探索太空的计划 是五年计划 五年计划 其实应该叫五年计划 它希望《Star Trek》的续集 以下一个五年计划 来做背景 继续企业号的行程 那12集的剧本 都已经写好了 但是闪魄的演员 就出声 我不是很想再回归到电视剧 《Star Trek》和製作公司 已经找了其他人 去代替闪魄的角色 製作公司 看到当年 7、8、7、9年的《星球大战》 对 那就是变成了契机 对 令它变成电影 因为它觉得 咦 不是啊 《星球大战》 《Fox》的票房很厉害 那它就不如 将我这12集的剧本 转成了电影 于是在1979年 推出了第一套 《大人幕》的《星空奇遇》 叫《Star Trek》 《The Motion Picture》 当年 很有名的导演 是Robert Weiss 如果大家熟悉《流行文化》 我想不陌生 Robert Weiss 在《流行文化》 中有两套电影 很出名的 第一套 是《地球政治之日》 《The Day of the Earth to Steel》 《奇罗里维斯》 是翻拍的 是的 第二套 也不用说 是《斯洛飘飘处处闻》 《山河飘食》 当时的票房 其实是不差的 其实当时《派拉蒙》 都可以说 是不惜公本的 投资下去拍电影 是《大银幕》的电影 最终当然是 因为承着《星空大战》的《太空热》 它是赚得回来的 但是到了第二集的时候 《帕拉蒙》 就一下子把我的 budget 剪到得回三分之一了 因为第一集实在太昂贵了 是的 但是在第二集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东西 它也是沿用第一集的 比如拍摄用的模型 甚至以前旧的模型 它也拿出来再重新 再重新用 值得一提 其实这些特技 全部由 ILM 负责 其实看到《星球大战》 也有影响着《星球大战》 佐治努卡斯也承认过 《星球大战》有影响《星球大战》 为什么呢 因为《星球大战》 是开拓了一批 对这些科幻剧有兴趣的观众 《星球大战》 也是承受这批观众 才可以造就热潮 基本上 由1979年的大电影开始 每隔几年就是一部《龙孔》 1982年有第二集《大汗的憤怒》 1984年有第三集《魔公龙虎斗》 1986年有第四集《会倒地球》 1989年有第五集 1991年 我们刚才说过 《Undiscovered Country》 第六集 未知角度 但是到了第六集 基本上 《星空奇遇》 就画上一个具好 可以叫做 因为开始真的不能收 那班底也开始老了 我最记得第六集 看电影的时候 他们三个 最主要的三个演员 是爬山的 烧棉花糖吃的 第五集 第五集 对不起 那电影 我们会特意开一集 去讲这么多电影 那就不再详细讲了 其实在电影中间 他也经过一个时间沉寂 去到1986年 派拉蒙就拿回 之前第二部原本的十二集 剧本出来 再发展 就变成 我们开始熟悉的 《Next Generation》 这个电视剧 为何会比较熟悉呢 就是因为有光头蓝掌 Patrick Stewart 是的 他做蓝掌 就带领新一批人 进行一个新的五年计划 出发去探索一个新的宇宙 是的 当时是 基本上所有东西都全新的 包括什么呢 就是太空船 企业号是全新的 Cast也是全新的 是的 这套叫做新星空旗宇 即是中文名叫做 新星空旗宇 就是1987年9月的时候开播 当时制作的时候 Jean Waddenberry 本来就将这个计划 就卖给好几间不同的电视台 嗯 但是电视台的态度 就比较冷淡的 他曾经试过卖给三间 NBC ABC 和CBS 但大家只是肯有限度去支持他这个拍摄 当时霍氏也未成立 他也尝试去卖给霍氏的电视台 但霍氏只是肯支援他半季 想想想想 不如就算数了 不直接卖给大电视台 就用这个first run syndication 的形式 就卖给好多不同小的 local电视台 是 他的制作公司和派勒 凭着这个方式 竟然实现了经济上的独立 是 他们用的方法就是 分帐的方式 每集的长度只是大约45分钟 但是一个钟头的time slot里面 他们有13分钟的广告时间 他就凭着这个卖这个13分钟的广告时间 哈拉蒙佔7分钟 本地电视台佔5分钟 按一下他们就用这个拆像的模式 一直是这样可以拍下去 说回《The Next Generation》 它是由1987年9月到1994年的5月的 即是这段时间里面有7季节目 整体有176集的节目 178集 178集 其实它一拍拍了7季 当时一年为一季 原本想着是拍5季左右 但结果太受欢迎 一拍拍了7季 之后因为港号进账不断上升 每一季的价格 都是比上一季大的 这个容许了他们 每季都投入更多的报警 更多的特技製作 所以是一路越来越精彩的 而且我们刚才说过 它一直拍了7季 其实每季都有一些位置 它是加回旧有的人物进去做客串 譬如好像季节目第一集 Defaulters Carey是客串的 即是Dr.McCoy 第二季开始 加入了我们很熟悉的 狐比高拔 成为一个常驻的角色 每隔几集都会见到它出现 互比高拔的出现 又是有一个故事在后面 我们留下说 《Next Generation》的时候再说 第四季开始 之前节目介绍过的 一个片剧 Ronald Moore 亦都在第四季加入了 迎接了100集 第五季的时候 很不幸 Jean Waldenberry 离开了 以后的制作 我交了给他几个制作者 继续写下去 出了一些角色 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闪博先生》 在第五季客串过 有一些角色 比如Michelle Forbes 飾演的 Anson Roll 也加入了 到第七季都会出现的 在第五季的其中一集 Inner Light 被认为是 新星空旗里面 最好的一个集数 就是当年拿了 Hilgo Award 在第六季的时候 James Dohan 飾演的Scottie 就客串了 亦都有一位 很重量级的客串人物 出现了 就是史提芬霍金 史提芬霍金 客串了一集的前奏 就飾演自己 这个很有趣的 第七季的时候 已经是最后一季 到了《尾声》 他们公布了 但是《新星空旗与记》 基本上是受欢迎到 之后还有四集的电影版 是 就由1994年开始拍到2002年 电视剧 其实曾经是赢过19个艾美奖 2个Hilgo Award 5个Saturn Award 可以说的是 非常好的成绩 我没有记错 因为当年我在《明珠台》 是看到最后的机器 就是《波格人》出现了最后的机器 《波格人》也影响了 《星星空旗》的受欢迎程度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 就是 这个虽然是电视剧 但它所有的特技 都由ILM负责 所以当时来说是挺大的 先调解一下 调解一下 调解一下年份上的事情 《Star Trek》 《原始系列》 由2265年到2269年 电影的几集电影 有年份是2273年到2293年的 《The Next Generation》這七季節目中 他在交代年份是2364年至2370年 時續的設定是跟舊的《Star Trek》 已經相隔了超過90年 我們做一個時間線給大家參考 會的會的 我們會補回資料性的東西 在YouTube和Facebook中 因為他裡面的年份實在太長了 也會像星球大戰一樣 有些電視劇或電視劇 可以放在某些電影或電影的前面 我們會補回時間線給大家 我們現在的節目是在相信 拍攝年份 拍攝年份開始講起 而不是電視劇中的時間線 因為時間線可以很混亂 時間線是混亂到爆 因為有些電視劇是說 原本之前發生的事情 因為他會穿越回到古代 又會穿越回到本來星空奇雨的時間 又會去到未來 所以會比較混亂 如果你是剛剛看的話 你會覺得比較混亂 因為之前有些人都很混亂 我看過之前有些電視劇 都說Discovery Channel的時間線 推翻之前發生的事情 Discovery Discovery 但是Discovery 現在總共有四季 第一、二季 其實那個年份是發生在 The Original Series之前發生的事情 第三、第四季 其實是跳了去 三、一百多年之後發生的事情 九百多、一千年之後 是的 是會有點混亂的 希望大家忍耐一下 我們會慢慢幫大家理順 這次說到這裡 下次回來 我們會繼續星空奇雨 我們會進入星空九號 Deep Space Nine 和航行者Voyager 兩個系列 都是在The Next Generation的 時續伸延下去 我們下次回來再見 拜拜 字幕称影傳給你在眼中 Website